这件事情发生在2007年 天津市三益村北仓火葬场 那年我刚刚毕业 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法医 可是因为没有关系 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就选择来火葬场 当了一名遗体整容师 这个工作 虽然很多人觉得很晦气 但是其实工资是很高的 而且这种事情 家属都会塞上红包 所以每个月的收入 还是非常可观的 我想着这干上几年 攒些钱 在城里边买个房子 到时候找个女朋友 谁会知道呢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整理那些个尸体 给他们清洗身体 穿上兽衣 然后让他们干净 整齐的上路 这有一些尸体的家属呢 还会要求给化一些简单的妆 让尸体看起来跟睡着了一样 义工啊 这亲朋好友们都来吊咽 可是总有些尸体 是因为意外死亡的 你比如说车祸 凶杀什么的 就会非常难处理 这个时候就要我师父出马了 他干这个工作 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手艺是行业里边最好的 不管什么样的尸体 成了什么样子 他都有能力 把他整理的像生前一样 师父工作呢 从来不戴手套 他说那样会影响手感 他觉得能够让人整齐的走 是一件神圣的事 是艺术 有一天晚上 我跟师父正在值夜班 这火葬场的夜班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我跟师父呢 就打发着时间 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原来是宾湖区第一人民医院送来的一具尸体 这是一个流浪汉死在路边的 被市民发现报了警 警方送到医院之后确认死亡 由医院给送了过来 这种人最讨厌了 这大晚上的麻烦人不说 还一点外快都没有 就是 送尸体的小王跟小黛 放下了尸体之后 满腹的牢骚 这两个人呢 放下尸体就匆匆的走掉了 对于这种没有家属的尸体 我们处理起来啊 也是很方便的 做一下简单的登记 检查就行了 等警方把死亡证明和火化症拿过来 就可以火化了 送来的什么人啊 一个流浪的 我已经登完记了 这没人领的骨灰 都快把库里堆满了 过几天还得清理一下 也不知道 哪有那么多流浪的人呢 这个时候 停尸间的方向 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你去看看 别让野猫野狗的靠近尸体 啊 我知道了 就在我打开门的 这一瞬间 我看到那个流浪汉的尸体 在不停的挣扎着 就像是某种灵魂 附体一样那样颤抖着 这尸体刚送来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彻底的检查了 已经确认它已经死亡 是 师父 我所学习的专业 和所从事的职业 让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可是眼前的这个景象 让我对以往产生了怀疑 师父 你快来 师父听见了我的喊声 马上就跑了过来 怎么了 大晚上的 喊什么喊 师 师父 你看 别紧张 这不算什么大事 我在这干了二十多年了 这种事我经常见到 师父看了一眼 并没有觉得吃惊 转身就出去了 等他返回来的时候 手里边拿了几根红线 红线的两端 拴了几枚铜钱 别愣着 帮我压着尸体 好 师父说这叫做五地钱 加上这些个红线呢 是专门来对付这种事情 当时看着那个挣扎的尸体 我真的很害怕 可是 师父看起活来 却非常的冷静 他把尸体的手腕 用带着铜钱的红线 捆了起来 然后又把脚和脖子 都给捆住了 哎 就这样之后 那个尸体 居然不动呢 我看着师父 这么有条不紊的 处理着尸体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他这二十多年 都经历过什么呀 回到值班事之后 师父像是什么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继续的看着书 打发着时间 而我这心里边 却是久久的不能平静 脑子里边 都是想象着 那个尸体挣扎的样子 第二天 接班的工人们 也发现了 那个尸体动了 可是同样呢 没有人感觉到吃惊 看起来 昨天晚上 这尸体动过的啊 啊 没事 我都弄完了 虽然没有家属付钱 师父还是照样 给尸体做了简单的清理 之后才下班 后来听说警察在中午的时候 送来了死亡证明和火花证 那具尸体呢 很快就被进行了火花处理 而那骨灰啊 也许永远都不会来人求了 好了 这就是火葬场灵异事件 之炸师 其实在火葬场 类似的事情 发生的特别的多 如果说 大家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话 陈某人建议大家 去看一部小说 书的名字叫做 《我在火葬场工作的那五年》 《在火葬场工作的那一年》